喝完奶在爸爸身上很快樂啊 你真好棒耶 完蛋了 你要被好多男生罰喔 真的不小心就變女兒長話了 跟你們有年度要嫁了 會是什麼心情 如果這是我女兒嫁得好不好 親家怎麼樣 你會開始去幻想 很奇怪她才一個月又幾天而已 哈哈 吃完奶在爸爸身上很快樂啊 嗯? 眼睛好大耶 這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完蛋了 你要被好多男生罰喔 我以前都很鐵齒 我看到畢書鏡我就說 怎麼會這麼傻真的變女兒傻瓜 看到那個 對 看到自己 後來自己 就像我也一直跟露露恐嚇 我說唉唷 你就知道了 現在都不要講狠話 沒有講狠話 現在都覺得 就是因為你到那一刻 你就會心裡有很多牽掛 出了門就想回家 然後呢 散步師就連線看一下 她的那個監視器 對 視訊 我真沒想到會走到這裡 真的不小心就變女兒傻瓜 很奇怪 很奇怪 那個東西是一種 是一種心靈的慰藉 我整理她東西的時候 我真的好累喔 我真的好累 可是只要一看到一個照片 瞬間就不累了 很奇怪喔 這種感覺真的是 生過孩子的才知道 老實講我做婚禮歌手 我擔心的是 女兒有天如果要嫁 會是什麼心情 超早在擔心 以前你不會去想這個 可是你現在看所有的婚禮 你都會去腦補說 如果這是我女兒 嫁得好不好 親家怎麼樣 你會開始去幻想 很奇怪 她才一個月又幾天而已 我太太都會說 你稍微放心的時候 孩子就是會哭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要哭多久 後續訪問過很多男老的巨星 現在發現他們都很可愛 明星們真的好好 好好控制喔 黃子椒當霸手露臉 讚天使寶寶 被問第二胎進度 嚇出鬥雞眼 那邊太太看到那個便便 要說很像日本料理 大膽的想法先不要喔 16號是黃子椒升格當霸後 收肚露臉出席記者會 加入曬娃行列的她 每天都會在固定時間 分享女兒黃玉銘的照片喔 現在還有出現其他酸民嗎 其實我覺得蠻衰的 因為明明有幾百個留言 我就不小心滑到這裡 也因為這樣子 我也感受到很多正向的力量 很多朋友會當我的後盾 去支持繼續曬下去 也不知道能曬到幾歲 其實再大一點我們就會停止了 但現在是趁著她還不懂事的時候 趕快多曬一點 以後她可能會制止我說 大大我要自己開墳磚啊 所以姚哥你覺得當爸爸之後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有一個長大的牽掛 這個牽掛不一定是很喜悅 我現在人在陽眉 可是我心在月中 我都還可以睡過夜 那寶寶現在也可以睡過夜 可是反而是我太太就是要起來擠奶 我其實很困難 但是也很心疼 我通常都會起來跟她說一聲 寶貝辛苦了 然後繼續睡 可能會擔心產後瘦身的問題嗎 非常擔心 那我會罵她 我說妳現在做月子也不做好 後患無常 我覺得女演員還是有某種的經驗精神 因為她七月就要開工了 原來很擔心她有敗言 可是我說妳手腳真的沒有問題 妳又沒有要拍裸戲 誰看得到妳肚子 只有我嗎 那還要第二攤嗎 哈哈哈哈 我還沒滿月會寫牛膏 好詩問啊 現在問起來有什麼關係 人生很難講耶 不知道最近撇了多少現金 都不知道 我老實講啦 其實可能是很希望海底有敗 可是呢經過這一胎 這一個多月 從出生前開始睡不好 必須坐著睡到生產時候的疼痛 到這將近一個月的未如的過程 她好像有一點點想要 打住 這個類不是因為不開心 是 是因為身心的負荷壓力是挺大的 對 所以如果要再來一個 或是接著再來一個 可能她自己會思考一下 然後我就尊重她的意見 所以二胎的事情就再說吧